乾隆皇帝是清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,延续了康乾盛世的辉煌,展现了自己的统治才能和创新思维。 然而,他的身世却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,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测和争议。 这些传说和质疑,让乾隆皇帝的身世问题不断悬而未决,成为了清宫四大一案之一,直到有一天。 人们在故宫中发现了雍正皇帝的一份职遇,终于揭开了百年的谜团,将乾隆皇帝的身世真相公之于众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熟悉清代历史的人都知道。 康熙晚年发生了惨烈的九子夺嫡事件,在众位阿哥中,只有四阿哥引真,也就是后来的雍正,始终表现出一种不争不抢,甜淡的性格。 雍正是一个有治国之才,又知道隐藏锋芒的人,他虽然出生于皇室,但却不好诠释,而是崇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,常常自朝为天下低贤人,不与人争斗。 雍正时常表现出是一个孝顺的儿子,他对康熙帝忠心耿耿,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朝廷上都尽心尽力,为父亲分忧解难。 他曾经率领军队平定了西藏的叛乱,将西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。 为清朝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他的这些表现都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,最终让他成为了康熙帝的继承人。 雍正在位13年,于1735年8月23日子世驾崩。 当时,正在批阅奏章的雍正皇帝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,随即昏倒在地,再也没有醒来。 消息传出,园内一片惊慌失措,四处哭声不断,雍正帝的几位顾名大臣,张廷玉,厄尔泰,允禄,云里等,立刻赶到乾清宫,从正大光明,台匾后面拿出雍正帝生前已经写好的传位诏书。 仔细核对无误后,便宣布了新的皇位继承人,他就是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。 当时年仅25岁的弘历,弘历接受了父亲的遗诏,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最高宝座,改元乾隆。 乾隆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代明君,但关于他的身世却有着解不开的谜团,很多民间戏曲认为,康熙帝的心腹大臣,也是印针的好友陈世冠,于康熙50年8月诞生了一子。 与此同时,雍正也有一女儿出生,印针派人把陈世冠的儿子抱走了,换成两这个女儿,然后把这个男婴养为自己的儿子。 取名弘历,陈世冠明白了雍正的用意,因此闭上了自己的嘴,不敢吐露半个字,这样,弘历就成了印针的儿子,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。 这个故事虽然有趣,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,只是一种无稽之谈,试想,平民之家都不愿意混淆血脉,皇室能允许血脉混淆吗? 而且这个混淆的血脉,还是将来继承皇位的。 根据历史记载,乾隆的生母是孝盛宪皇后牛谷入世,满洲襄皇其人,她的曾祖父是清朝开国功臣,一等公俄一都的后裔,她的父亲是四品典一官灵柱,负责管理雍亲王府的礼仪事务,孝盛宪皇后出生于北京,她十三岁的时候,被选入雍亲王府,成为雍亲王印针的侧氏,成为藩底格格,她美貌聪慧,深得印针的宠爱。 康熙五十年,1711年,生下了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弘历,雍正十三年,雍正帝去世,弘历继承皇位,乾隆帝遵从雍正帝的一命,遵从牛谷入世为圣母皇太后。 赐回号重庆皇太后,安置于永寿宫,后迁至慈宁宫,乾隆帝对生母重庆皇太后非常孝顺,每日晨昏定省,每逢节庆必备胜礼,乾隆帝还为太后修建了许多寺庙和园领,以供太后游览祈福,乾隆四十二年,1777年,重庆皇太后去世,乾隆帝悲痛不已,为她上世好孝盛宪皇后葬于太东陵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官方记载,在清宫档案中,人们曾发现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圣旨,对揭开乾隆的身世有了一定的说服力。 这道圣旨是在雍正元年2月14日,雍正帝登基后不久发布的。 是对自己的后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晋升,圣旨的内容如下,尊圣母皇太后遇旨,册服今年是封为贵妃,册服禁礼是封为齐妃,格格前是封为西妃,格格宋是封为玉嫔,格格耿是封为茂嫔,该不知道。 这五位妃嫔,都是雍正帝在藩底时期的士气,其中,有人会注意到,前世,明显是有个汉人女子,却在雍正登基后,给予了她西妃的位分,西妃不是纽湖路士吗? 雍正十路,是雍正的正史,记录了她在位的十三年间的政治,军事,文化,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决策。 雍正十路,却是在乾隆继位后者人编写的,内容大致不变,只是将格格前世封为西妃改成了格格纽湖路士封为西妃,那这两份记载到底谁是真实的? 其实雍正元年登基的时候,颁布的诏书更具可信度,当时雍正刚刚登基,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,肯定没有想过要立乾隆为皇帝,也没有想过要为乾世换一个姓氏。 而清宗十路里的变化,很明显是乾隆要为自己的身上遮盖,因此乾世是汉人姓氏。 纽湖路士却是满中名闻姓氏,相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,乾隆帝为了提高自己和母亲的地位,才为乾世改了姓,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行为。 所以,小杰这样看来,乾隆帝的母族并不显赫,他的身份也不是嫡长子,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运气,最终继承了大清江山,乾隆帝在位期间继承了祖辈的遗志,历经图治,广开土地,强化军备。 提倡文化,保护民生,使得大清帝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,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国泰民安的太平年代,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里,他亲自或者委派大臣,对内平定了大小十次叛乱,对外征服了准嘎尔,西藏,缅甸,尼泊尔等地,使得清朝的疆域扩大到了历史最大的范围,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。 可以说,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皇帝之一,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清朝有一个奇怪但又一直延续的规矩,清朝皇室为了防止外戚专权。 凡是皇子诞生满月后,就要离开生母,有奶娘、嬷嬷、抚养,并且要另外寄名到品级比较高的嫔妃名下,寄名到皇后名下就称其为嫡母,寄到其他侧妃名下就称其为庶母,皇子如果继承大统后,原本的中宫皇后最大, 养母嫔妃生第二太后,圣母嫔妃生第三太后,大多数时候,中宫太后会是生母或养母之一,所以清皇室有两宫太后的说法,康熙帝之前,侧妃的制度还不健全,因此在康熙之前没有策立双太后,雍正时期正是策封两位太后,一位是养母,一位是生母, 这两位妃子都先后被策立为后,雍正之后再次出现双太后的策封就是咸丰时期,也就是说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位皇帝都只策立了一位太后,那么乾隆为何不策立两个太后呢? 按照正式说法,牛骨鹿是他的生母,那么养母是谁?在这个制度中,养母的妃位一般肯定高于生母的妃位,不存在降级寄养的情况,但历史中又说乾隆生母出身低微,一直是隔个级别,到雍正登基后最高才坐到西贵妃的位子,这和牛骨鹿是丰厚的说法相矛盾,所以在这里牛骨鹿什么时间丰厚是揭开谜题的关键。 但是历史里并未记载关于牛骨鹿丰厚的事情,只说他是直接由妃子晋升太后,我们假设牛骨鹿是乾隆的生母,他出身格格,地位低微是没有机会养乾隆的,但是乾隆继位后却极其孝顺,和他感情深厚,这看起来完全不像没有养过一天的生母,雍正和他的生母就因为疏于见面感情淡薄。 如果牛骨鹿是养母,那一切就说得通了,那个地位低微的格格是乾随,生下乾隆后继养在牛骨鹿名下,后来雍正登基,牛骨鹿封后,乾随只封了个西非,但是为什么历史里记载的西非,最后变成了牛骨鹿市呢? 那个被雍正策立过的乾随怎么消失了?难道乾随就是牛骨鹿市,牛骨鹿市就是乾随?然也,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这些史料,牛骨鹿市生于1693年,13岁嫁入雍王府,康熙50年生红历,乾隆16年,六十寿,他13岁的时候是1706年,正好是康熙45年,那么康熙50年就是1711年生乾隆。 但是乾隆16年的时候是1751年,这一年,牛骨鹿市58岁,58岁提前过60岁生日,提前两年过大寿,说不清是想长寿还是咋,所以真相只有一个,就是牛骨鹿市并非乾隆生母。 只是乾隆为了遵他为生母,就故意篡改了史料,但是为了确保皇帝的生辰正确无误,就将牛骨鹿的身份完全嫁接在乾隆生母的身份上,这样残缺的历史才能对上,乾隆生母地位低微,被侧封西非,而这个真正的生母就是乾氏,他长牛骨鹿是两岁,但是飞味比牛骨鹿低。 与乾隆没有情感基础,而乾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,他将乾氏存在的痕迹全部抹杀掉,凤牛骨鹿市为生母,只有老爹曾经下过的玉址没能篡改。